如果你的家乡有这个植物,千万别把它当杂草了,开着黄色的小花,它叫黄鞍菜,也叫山芥菜,也青菜,把它晒干后遇到水还能继续生长,因此村民都叫它还养草,采回来之后先清洗干净,然后放入两个土鸡蛋,烧开15分钟后即可。 你那也有黄鞍菜吗?欢迎分享你的见解。